搭機前這關基本人人都得過 發出嗶嗶聲 就得退回去 但還是發生特殊狀況 一般民眾出關的時候 像是一些金屬衣品 手錶 項鍊等等 一定要拿下來 但是最容易遺忘就是這個皮帶 因為繫在腰間上 那現在傳出論 有一名空軍將領要出關的時候 不想把皮帶拿下來 因為一身軍裝怕破壞遺容 因此和安檢人員起了爭執 8月份時空軍工作部一名少將 帶著一些軍官要從 沖山機場飛機門夜督 通過閘門警報響起 安檢人員要求抽出皮帶 但將領認為一身軍便服 大庭廣眾下解皮帶 有損軍容拒絕 最後安全人員才改用手持探測器 按照航檢SOP來說 只要過探測門有聲響 就得回去重走 不願配合可以以防害公務罪送辦 所以航警也只是按規定辦理 但也有退降認為 應該參考美國做法 以美國機場安檢規定來說 身上有醫療器材的人或是神職軍警人員等等 就能特例免摘除 但臺灣法規沒意外 對此空軍表示當下並無衝突 和安檢人員說明後就順利通過 一邊按照SOP 另邊服從軍紀兩邊都有力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按照SOP 請按照SOP 請按照SOP